對 他那時候就 沒有 對不起 以前沒有這種東西 你看他多聰明 他是自己做的 他一講我想起來 十幾年前我們要去買一個鞋墊 還真買不到 沒有這種東西 對不對 還沒發明了 因為我有說 我有在節目上說 你們知不知道發明鞋墊的人是哪一國人 然後他叫什麼名字 然後我在節目上有說 其實你那時候應該申請鑽 你就算翻了 對啊 他好聰明喔 拿那個很厚的運動襪 運動襪 他用捲的捲的像潤餅一樣那樣子 他說踩下去才不會扁掉 你看他多聰明 十幾年前的時候 是因為他有一次在穿換鞋子的時候 我以為他把自己的襪子 收在裡面 收在裡面 有無視 對 黑歷史啊 好壞喔 對啊 怎麼了 女大沒有入圍啊 沒有關係啊 我們習慣了啦 哎呦不要這樣 我覺得真的 因為當然有些人會講置入這個事情 可是我自己也看過節目 其實很多部分是跟自己無關的 尤其這些老師 他們所分享 還有新美姐的主持的節奏功力 那種行雲流水 然後畫龍點睛 那種才是高手 對 所以希望有機會 但你們要報哪一類呢 我不知道 青菜報吧 沒有啦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啦 一個節目要長長久久 哦 比較實在 欸你這好像衝著我來 沒有沒有 對不起 喔 中槍 對不起 然後 那個 那個 老百姓們 也就是觀眾們肯買單 因為15年要慢16年不簡單 對 然後 最重要是老闆有賺錢 這個比較實際 比較實在 那得獎 或者是沒有 提名了 然後沒有入圍 對我來說 我們team的人來說 就是說 那我們一定還有不足的地方 做的不好的地方 就這樣子 欸你一直扶著 我是把我當導盲犬 不是啦 不是啦